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是将军府唯一的女儿,从小被父兄捧在掌心。 十五岁那年,对还是皇子的裴缘一见钟情。 后来皇子夺嫡,现在的皇帝为了拉拢父兄,让同一阵队的裴缘娶了我。 婚后我才知道裴缘有个挚爱的小青梅。 若非因我之故,他该娶的是那位姑娘。 但父兄对我实在疼爱,所以裴缘连那小青梅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裴缘不仅恨我,同样也恨我的父兄。 所以我离开王府前,他特意交代管家,盯紧他,不许他带走王府任何值钱的东西。 管家汉首称氏,转头递上我的嫁妆单子。 王妃别忘了这些。 是了,当初我大婚,十里红妆是陛下赐的荣耀,也是父兄倾心的爱护。 所以我让人点了东西,一车车,又拉回了将军府。 出门时,路过街角茶铺。 老板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家的点信我从前极爱。 咦,这摊子老板怎么换人了? 我有些惋惜,以前最爱吃的桃枝高梅了。 年轻夫人抬头一笑,眉眼间和那老人有几分相像。 三年前,我娘生了肠病,手脚不利索了,自那以后我便接手了这家铺子。 三年了?我自嫁给裴员后,因要守着王妃的规矩,打理王府,参加燕饮交际。 不知不觉,竟然已经三年了。 年轻夫人还在继续说着,我的手艺跟阿娘没法比,好些点心手艺到我这里就失传了。 注意到,摊上多了好些我没见过的,我伸手指了指。 这几样,给我个来点试试吧。 妇人眼睛一亮,麻溜地给我装盘地上。 我虽做桃枝高不如母亲,但是自己新研究的这几种,很多人都说味道不错呢。 连我娘都赞不绝口。 我浅笑点头,破旧初心,本应如此。 她笑得像朵花一样,盯着我夸。 夫人说话,可真好听。 看夫人通声贵气,拉着这么多车架,不知是往何处去。 夫人见我好说话,边揉面,边跟我聊了起来。 去将军府,夫人手一顿,欲言又止地问我,夫人去将军府坐肾。 可知这将军府已经满门站死了。 可惜了那样一家人,老将军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小将军英勇杀敌,护卫百姓,死后家里连个香火都没了。 前几日丧仪,我和夫君还远远地点香祭拜过呢。 妇人越说越惋惜,我心中酸涩。 低头胡乱地吃着糕点,低声哽咽,是可惜。 母亲早逝,我从小是父兄带大的,他们战死的消息骤然传来,我本想随父兄而去。 可管家劝我,如今将军府仅剩小姐一人,您若有了闪失,那咱们将军府就真的断绝血脉了。 所以,我才咬牙撑到今日,妇人的一番话,可不正如管家所言。 临走时,妇人追着我喊,妇人,银子给多了,我找您钱。 趁着时辰还早,您还是哪来的回哪去吧? 不用,我回头望着她,认真解释将军府并非满门战死。 妇人一脸蒙,不明白何意,童儿瞪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解释。 咱们夫人正是将军小姐,将军府血脉尚在,和谭灭门。 这下,时刻们也愣了一下,紧跟着窃窃私语讨论起来。 将军府小姐,不是早嫁人了吗? 听说圣旨何离了,那位不仅没去将军丧礼,还趁人父兄亡顾,纳了一房美妾。 什么美妾,是侧妃? 说话之人又催了一口。 要我说,这王妃何离得好,那样的人也太不是东西了。 其他人赶紧做了个晋升的动作,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又忍不住摇头叹息。 可惜了,终究只是个女子。 其他人闻言,也跟着摇头。 唯有老板娘。 赶面杖重重一甩,瞪眼看着身后的时刻们。 女子又如何? 到底是将军府的小姐,不比有些男子差? 车轮滚滚,好在晌午前停在了将军府门口。 虽然日头不晒,可大家多少都有些饿了。 管家热泪盈眶地出门迎接。 小姐,您这是? 她也是刚听说。 小姐居然跟王爷合离了。 往后将军府再无依靠,小姐该怎么活。 管家,让人将这些嫁妆,全搬回库房,再准备些吃食给大家。 哎,好。 管家赶紧擦干眼泪,让人准备。 往日父兄虽然不在,但是府内一切都是井然有序。 如今短短几日,就显得十分萧条。 昔日兄长特意从南边移栽回来的几株果树,纷纷枯黄了叶子,散落满地,只剩满目寄聊。 忙完底下的事情,管家担忧地过来,犹豫许久,才苦涩地开口。 小姐,您何苦回来? 将军虽然不在了,圣上总归念着旧情,您的王妃之位,无人能撼动。 他以为我难过。 是因为陪缘。 管家可还记得,当初兄长一栽这株果树回来时,说过什么。 管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点点头。 少爷说,小姐爱吃柑橘,她将树种在府中,以后您年年都能吃到最新鲜的柑橘了。 记忆似乎顺着他的话回道过去,却也终究躲不开现实的冷酷无情。 是啊,可这柑橘从一栽回来,却从未接过果子。 就像这人一样,纵然在喜欢,不属于你的,即便是得到了,也没有结果,不如气了。 在管家的震惊中,我让人砍了满园柑橘树,焚鱼父兄焚头,卸下差环,退去红装。 管家吓了一大跳,小姐你可别犯傻,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 本朝没有女子从军的先例,即使我出身将门也不行。 也正是因此,皇上才放心让我合离归家,他们都以为将军府的殊荣保不住了。 我想着,能拖一时也好,傅兄拼死守卫的,总不能让人轻易忘却。 于是我默默地将府中打理妥当,让管家送了封书信去前线。 此后闭门谢客,专心整理父兄手稿,山川帝氏,兵法谋略。 我朝与邻国战争不断,父亲常年驻守征战,早已对敌方了如指掌。 这些在他给兄长的手稿和兵书注解中,都有提到。 我将其一一腾抄,重新整理,修改,准备将其编成书。 我想着,他们未完成的,总要有人继续。 管家不忍见我辛苦,总是一再催促。 小姐,还是先吃点东西再写吧。 不用,我吃不下,不仅吃不下。 当管家端着一盅浓香的鸡汤进来时,我突然吐了,吐的胆汁都要出来了。 管家终于意识到不对,匆匆地让人请了大夫。 一番问诊,大夫手刚俯上胡须,笑容又变成愁容。 战战兢兢地说着结果,小姐这是喜脉,加上身体太虚了。 若不好好养胎,恐有华胎之相。 老管家喜极而泣,老天有眼,保佑我将军府,咱们家有后了。 大夫偷偷地松了口气,展颜嬉笑。 我许久没反应过来,叛了三年的孩子。 如今我放弃了,却有喜了。 大夫走后,童儿才担忧地问我,小姐刚刚为何不让大夫封口? 我的孩子毕竟也是王府血脉。 她担心裴员会看在孩子的面上,接我回去养胎。 抢走我的孩子,和裴员的事情别人不清楚。 童儿自始至终看得真切,尤其是父兄葬礼期间。 我恳求他,我父兄好歹是为国战死,恳请王爷陪我同去送送父兄。 我一个已出阁的姑娘。 有些大事还需要夫君出面处理,可裴员毫不留情地拒绝。 昔日对我爱护有加的夫君,那一刻眼中只剩下报复的快感,既不如人,谈何为国捐躯。 本王堂堂王爷,被他们压迫多年,被迫娶你就算了,他们还不允许本王内妾,一借臣子管到本王头上,活该他们乱剑穿心而亡。 我胸口发凉,只能只身回府,在管家的操持下,尚算体面地送走了家人,再次回到王府。 那位被他放在心上多年的屈玲珑姑娘,已经成了王府的侧妃。 我母家心丧畏过,她和新人夜夜生歌,陪缘对她的疼爱快要一出来了。 两人恨不得日日黏在一起,那一刻,我突然就死心了,她连我这个人都不在乎,又怎会在乎我的孩子。 孩子早晚要出生,现在瞒着,怕是会生出一些不必要的流言。 我索性就正大光明地扬起胎来。 期间,皇后派人来过几回。 嬷嬷们义愤填膺地帮皇后传话。 娘娘说了,小姐怀的是王爷的孩子,若是男孩,必是王府世子,有她和皇上为您撑腰,您不用担心。 若您后悔了,想回王府,只需要说一声,皇上娘娘也会帮您的。 童儿几次想上前争辩,都被我拉住了,他们的目的太直接,直接地连童儿都觉得是在欺负人了。 我淡然扶身,臣女谢皇上娘娘,不过我既已和王爷合理,那这孩儿自然随我姓薛,也算给我薛家留后了。 嬷嬷劝不动我,无奈离开,于是我又多了见识座。 每日除了腾超兵法助解,还要好好养胎,可这养胎似乎比我想象的难。 每日运土不止,又十分适睡,往往大半日时间都被肚子折腾,闹得人筋疲力尽。 童儿实在心疼,抹泪对着我的肚子劝说,小主子,安静点成不成?别折腾你娘了,她已经够苦了。 有时候,又忍不住问我,小姐,外面人都说,您得先人庇佑,此胎定能生个儿子,这样咱们将军府就有指望了。 我动了动手腕,她立马接过笔,顺着我的肩膀揉下来。 童儿说,所有人都盼着我生个儿子,告慰父兄亡灵,继承将军府的血脉,其实也不是。 比如那些远在老家的宗族,得知父亲战死,以往逢年过节都要来府上送礼的亲戚,没一人敢来。 如今知道我和黎回府,返到巴巴的上门,带着个十几岁的足弟,站到我面前。 族长拿桥的开口,你父兄虽死,但香火不能断,族中选了个资质不错的孩子,便过继到你父亲名下吧。 童儿扶着我从椅子上起来,对着族长道谢,多谢族长体恤,家中香火,四十八节,未敢忘却,倒也不需要旁人提醒。 他拐杖一处,怒斥我,放肆。 你遭王府修弃,令家族蒙羞,族中不计较此事,还让你回家,以示宽佑,你。 莫不是真想让你这一脉绝后,其他族老们也急眼力色,纷纷怒斥我不笑,扬言要将我逐出家门,从此无处安身。 小腹微痛,我抬手轻轻辅上,安抚好我的孩儿,抬起冰冷的眼眸,迎上众人。 族长若要除名,便将我将军府一脉尽数除去吧。 此后族中的义英供奉,我会命人断掉,还有这位族弟,我不管你是哪位族老家的子侄,告诫你一句。 将军府的荣耀,不是你能想得起的,族老们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却并没有被我的话威胁到。 族长板着脸怒斥我,一介下唐妇,敢威胁族中长辈,来人,请家法。 童儿吓得脸色苍白,立刻挡在我面前。 不行,我家小姐已有身孕,不能动家法。 族老立声呵斥,小小丫鬟,竟敢以下犯上,她打不得,你总打得了吧。 傻童儿,还以为真的为我挡了灾,不敢反抗。 乖乖地跪下受罚,他们则露出得逞的笑容。 此时管家也被指走,眼睁睁地看着童儿被按到众人面前跪着,我又气又急,一时不察,竟被人大力一撞,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前扑去。 倒下之前,我看到所有人面上的激动,唯有童儿一脸惊恐。 小姐,童儿被人按着,没办法挣脱,我闭着眼睛,甚至忘记呼救。 好在落地前,一双柔软的手,揽住肩膀,将我慢慢地扶起。 在众人眼中的失望退去之前,管家匆匆地赶回来,红卓眼挡在我面前。 祖老们这是何意?难不成以为将军府没有男丁,就想害了小姐的孩儿,等着吃绝户吗? 他极少说这么难听的话。 以往祖老们哪次过来,他都是点头哈腰,笑容满面的招待。 此刻面对众人脸上的难堪,他竟也生了怒意。 转头对我身旁的新颖位道谢,用命令童儿将我扶下去休息。 临走之前,我回头一望,第一次见管家弯了十几年的腰,挺直了。 常年在府外的守卫,被他带着围了祠堂。 抓人之前,他咬着牙,露出痴人的目光。 小姐虽然求得圣旨和离,但腹中仍是得帝后承认的王府血脉,又是将军府遗孤,此番在众人面前险遭毒手。 小人身为府上管家,定要誓死护主。 此事不查个水落石出,谁也别想走。 刚刚还高高在上的众人,面上终于闪过惶恐。 祖老们都看向祖长,想让他拿个决断。 祖长本想接着仗势欺人,老夫就不信了。 将军在世时,面对我这个祖长,都要理贷三分。 区区一个管家,还真敢为难我一个祖长。 祖长耿着脖子,就往外冲。 侍卫得令,当即拔刀相对。 管家冷冷地开口,凶手还未找到,若有人想要畏罪自杀,小人刚好早点跟王府皇宫回禀一声。 吓得老祖长重重往后一仰。 险些晕倒,那位被千挑万选的祖中子弟,见此情景,竟嚎啕大哭。 扑在一个祖老怀里,哭着痛骂。 我就说我不来,你们非骗我将军府家大业大,让我来享福过好日子,僻来的好日子。 任他们痛哭流泪。 管家冷哼一声,转身离开。 坚毅的背影,竟有三分像曾经的将军。 管家将事情处理完后,裴员突然来了,一见面就急急地问我,听说孩子出事了。 看在他关心孩子的份上,我平静地告诉他,孩子没事,大夫刚看过。 他松了口气,又突然责怪起我来,你也是要当娘的了, 怎么如此不小心,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 甚至都没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为他是在意孩子。 只淡漠垂手,轻声提醒他。 你出来这么久,侧妃怕是要着急了。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皇兄下令让我来看看孩子的情况, 我怎么会和爱妃分开这么久。 还有,以后王府的狮子只会是本王和玲珑的孩子, 你莫要白日做梦,仗着父兄的功劳争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说完急急地离开,原来他也不是来关心孩子的, 童而气得不行。 想安慰我,却不知如何开口, 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默默地喝完药,吩咐他, 足中的事该断就断了吧, 让管家尽快处理好, 以后将军府的荣辱与他人无关, 既不能锦上添花, 又不能雪中送炭, 不如忍一时骂名, 断了这层关系, 省些钱, 也能给学堂的孩子们多添些笔墨, 给五场的孩子们多买些鞋袜。 这些虽然一向是管家处理, 但到底也是父亲的心血, 是他生前看重的事情。 刚卧床几天, 我又撑着起身, 如今身子还算轻松, 得赶紧写完出稿, 好送去校正。 如今秋风初起, 带着些许凉爽, 倒也十分舒服。 只是童儿刚备好笔墨, 管家就匆匆而来。 一向进退有度的老人, 此刻却难得失态, 边跑边喊, 出大事了, 王爷出事。 话音未落, 宫里, 王府的人已然上门, 整整齐齐六个嬷嬷, 二十个宫壁, 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为首的嬷嬷带着众人弯腰行礼后, 一脸庄重地开口, 皇上口谕, 命我等来为王妃安胎, 府上没有王妃, 只有和离的将军府小姐薛子欣, 我皱眉反驳, 为首的嬷嬷又恭敬地行了一礼, 却没有半分退让, 皇上说是王妃, 那就是王妃, 嬷嬷说完, 直接将铜儿挤开, 亲自扶着我。 王妃有孕在身, 不宜辛劳, 还是回去歇着吧, 这态度哪是伺候, 分明是看管, 放肆, 本小姐得皇上圣旨和离, 你们胆敢假传圣谕, 是想挟持本小姐吗? 我直接搬出圣旨, 心颖未得令, 一个闪身出现, 森冷的剑身, 挟在摸摸脖子上, 其余众人面面相去, 这才惊恐着, 跪下求饶, 小姐饶命, 我们真是皇上派来的, 都是宫中之人, 管家趁机朝我使了个眼色, 来到偏厅, 他眼瞼一该, 王爷坠马, 伤了下身, 据说对子兮有影响, 说直白些, 就是不能人道了, 我顿时心下微紧, 皇上此时派了这么多人, 明显地是打我孩子的主意, 又碍于悠悠众口, 才想将我暗中困在将军府, 带我产下儿子, 便直接夺走了, 到时候陛下赐名, 家封世子, 我这个已经合理的母亲, 就什么都不是了, 越想越心惊, 一个皇上, 一个王爷, 我该如何应对, 小姐别慌, 你先好好养胎, 其余的事, 先交给我, 管家不仁, 我在着急, 温声相劝, 我这才想起, 他当年也曾给我爹, 当过几年军师, 整理父亲的手稿, 他还给我提了不少珍贵的意见, 于是心下稍稍安定, 朝他感激点头, 好, 童儿探头往外看着, 心里跟着着急, 那些宫里的人该怎么处理, 我心中一睹, 自然不会供着他们, 既然是来照顾我生产的, 那就是下人嬷嬷, 不必过于优待, 二十几个人往府中移住, 原先府中的下人都闲了下来, 我故意吩咐的, 不给他们多找点事做, 他们就要给我生事了, 就像为首的戴嬷嬷, 天天在我耳边念叨, 小夫妻哪有不吵架的, 这孩子以后还得靠着他父王, 才能高人一等, 念经一样地说了大半个月, 裴员又来了, 这次没有之前的烦躁了, 眼神也柔和了不少, 耐着性子坐在踏边, 手不由自主地就要俯上我的肚子, 吓了我一跳, 王爷这是作何, 我大声惊叫, 吓得他手又缩了回去, 神态有些不自然, 更多的是巨傲, 本王摸摸我的小柿子, 怎么了? 我冷眉一扫, 气得微微发颤, 什么柿子, 这是我薛家的孩子, 连换好几遍童儿, 他才急急地跑来, 衣衫凌乱, 发际微松, 倔强地用身子挡在我和裴员之间, 不客气地感人, 小姐乏了要休息, 王爷还是改日再来吧, 戴嬷嬷紧随其后, 稳重地开口, 依老身的经验, 这孕妇需要夫君多陪着, 对胎儿才更好, 并发整齐, 气息平稳, 他看看裴员, 又看看我, 最后称怪地斥责童儿, 童儿姑娘也太不懂事了, 王爷和小姐说话, 咱们就别处在这里了, 说着要去拉童儿, 被童儿一把推开, 童儿瞪着他, 咬牙切齿, 你没听到小姐唤我吗? 要走你自己走, 戴嬷嬷很少被人如此忤逆, 又当着我和裴员的面, 直言他不懂礼数, 要带走教训, 抬手暗中在童儿腰间, 大力地拧了几把, 气得我肚子一痛, 倒抽一口冷气, 连日来的委屈一起爆发, 什么东西敢在本小姐面前放肆, 影卫将人打出府, 影卫出手迅速, 当着裴员的面, 将所有弓壁, 嬷嬷全被打出王府, 连带着他也被撵了出去, 府上再次大门紧闭, 管家当众声称, 小姐动了胎气, 需要静养, 暂不见客, 也不管外面的百姓如何议论, 随即府上又递了请罪的折子, 宫里也没再追究了, 没人管着, 我快速将整理工作收尾, 交给管家, 快马送往南边, 做完这些, 管家面上带着为难的神色告诉我, 这段时间所有铺子被恶意打压, 生意受到影响, 府中账面赢钱也不足以支撑本月开支, 更易打压, 他一个眼神, 我顿时明白了, 在京中能打压学家生意的, 怕没有别人了, 他们想把我逼上绝路, 再以救世主的名义垂怜, 拯救我, 从而理所应当地夺走我的孩子, 或者再赏我个王妃的虚名, 成为人人称颂的人意之辈, 可从父兄在时, 学家的银钱, 大部分都用在了君中遗孤, 老人身上, 是万万省不了的, 眼下已是初秋, 正是天一加倍的时候, 还有先生们的树修, 学堂的吃喝开支, 不得已, 我只能让童儿拿出库房钥匙, 先从我嫁妆中用着, 生意上的事, 我会解决, 管家虽然不愿, 却也无奈, 结果要是, 常常地叹气, 只是坐吃山空, 终是不成, 在经中, 即便是寻常百姓, 也会看人脸色, 眼下将军府荣光虽在, 却没有了实实在在的仪仗, 从底下选些善商谷之术的人才, 不问出身, 忠心可靠继承, 我隐隐地有个想法, 薛氏靠我父亲一刀一枪地打下来, 所有生意田产都是先皇和现在的皇帝赏赐, 此前虽然生意尚可, 却也只是刚好维持, 掌柜、小厮都是圆华之人, 可真正有生意头脑的, 却没有几个, 这也是管家留在京都的原因之一, 只是他终究也不安辞到, 或许才可以修书向外祖家求助, 只是相隔甚远, 久无往来, 也不知如今是哪位舅舅当家, 我正思索如何落笔去信, 童儿匆匆来报, 裴员邀约, 不去, 行, 约他去闽华楼, 裴员手段下坐, 我本不想见他, 但是转念一想, 渐渐也行, 薄酒小菜, 相对而做, 却是物是人非, 从前俊义风流的王爷, 此刻眉宇间却有些掩藏不住的小人得意, 见到我时, 理所当然觉得我是来认输的, 薛子新, 本王说了, 孩子跟我, 以后就是王府世子, 我和玲珑会善待他的,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笃定我身后无人, 争不过他, 我平静而坚定地告诉他, 我的孩子, 不会认他人为母, 而且, 你如此逼迫, 若我和孩子出事, 你当真不会后悔吗? 我的孩子, 不仅是将军府唯一的后人, 也是他唯一的子嗣, 裴员气地拍桌抱起, 你疯了, 敢拿本王的柿子威胁我, 柿子若有意外, 你将军府满门都不够赔, 桌上的芙蓉虾被震得衰落, 瓷片夹杂着虾洒了一地, 油渍弄脏了我的裙摆, 裴员恍若未绝, 依旧怒瞪着我, 我突然记起, 当初兄长说我爱吃府中的芙蓉虾, 于是, 京中所有薛氏名下的酒楼客栈, 都特意跟府上的厨师学了这道菜, 新婚那段时间, 裴员经常带我来吃, 次次弊点, 后来, 父兄离京出征, 他带我突然冷淡, 那时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惹恼了他, 如今越清醒, 越觉得往事讽刺, 恍惚间, 我收回视线, 低头看着肚子, 扯出个冷笑, 王爷忘了, 将军俯满门, 只剩我们母子俩了, 裴员突然哑然, 盯着我的肚子, 侯姐滚动几下, 仍旧势在必得, 罢了, 本王懒得和你废话, 总归这事也由不得你同不同意, 他拂袖而去时, 撞到门口的小二, 一盆娇嫩的菊花, 应声坠地, 花瓣上溅落泥土, 小二忙着道歉, 裴员踹了他一脚, 直直地离去, 他又忐忑地道歉, 小姐恕罪, 小人这就重新取一盆摆上, 一瞬间失神, 望着地上跌入泥里的花, 我喉咙有些发紧, 这花, 记得我原先每次来, 包间都会摆上我爱的大醋粉菊, 我一直以为这是裴员特意准备的, 小二赶紧回话, 花室掌柜一早叮嘱, 说东家早有交代, 但凡小姐过来, 房内要提前摆好此花, 只是小人忙忘了, 刚刚才想起来, 东家吩咐, 所以, 连裴员最早的那些温情, 都是我自欺欺人, 所有我以为的偏爱, 原来都来自一手将我养大的兄长, 我突然想哭, 童儿匆匆赶回来时, 我正捂着脸, 气不成声, 他手里拿着酒楼的账策, 又慌张地掏出帕子, 想安慰我两句, 一开口, 自己也哽咽了, 只能伸手轻轻地拍在我背上, 哭够了, 我问他, 童儿, 我真的能保住将军府的荣光吗? 童儿哽咽着安慰我, 能的, 一定能的, 连谢将军都称赞小姐, 所行一举, 功在千秋, 只是世人现在都不知道而已, 我抱着他, 擦干眼泪, 这才起身回府, 回去路上, 又遇到糕点铺, 老板娘笑呵呵地拦住我, 包了一袋桃枝糕, 我记得上次小姐, 想吃桃枝糕, 这是我做的, 您尝尝, 我有些意外, 你不是不会做吗?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从前觉得太复杂好神, 加上桃枝不常有, 故而学了几次便作罢, 后来想想, 若是日后娘亲走了, 桃枝糕彻底失传, 还有几人会记得她, 我又少了个怀念她的东西, 所以咬咬牙, 也就学会了, 说到最后, 有些伤感, 我又被她勾起伤心, 忍不住替她担忧, 令堂身体可还好, 她摇摇头, 不大好了, 人嘛, 年纪大了, 身体总是一日不如一日, 说着还抽空给几个客人打包了糕点, 倒是洒脱, 只是我让童儿付钱时, 她却怎么也不肯收, 随着月份渐大, 京城进入隆东, 我的南月实际细节也差不多敲定, 听说前几日裴员请旨, 想尽侧妃屈玲珑为王妃, 被皇帝怒斥一番, 童儿跟说的时候, 义愤填膺, 这时候请止封王妃, 那个趋势算盘打得可真想, 就等着名正言顺霸占咱们小公子呢, 我翻着童儿绣的红肚兜, 小被子, 越看越欢喜, 忙了这些时日, 孩子的小物件都是她在准备, 但童儿此时似乎很是担忧, 小姐, 您怎么一点都不担心, 王妃的人日日在府外盯着, 就等着您生产呢, 越接近临产, 不仅是王妃, 宫里也隔三差五地派人前来问候, 刚开始我还应付几波, 如今这些都是管家打发, 我将一被收拢, 安慰她, 此事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而且也早做了打算, 话虽如此, 奴婢就是替小姐气不过, 童儿嘴上气呼呼, 手上还是小心地扶我去溜弯, 刚出门, 管家迎面走来, 一脸喜气, 小姐你猜, 谁回来了, 谁, 我也好奇起来, 能让管家这么高兴的人, 究竟是谁呢? 许茂林许副将, 管家兴高采烈地说出一个人名, 我却有些陌生, 可是儿时在府上待过的小哥哥, 正是, 谢将军说年关需要述职, 派了许副将回京, 还有南越时纪, 催着您早些看印呢, 有他这话, 我放心多了, 当年爹爹带了不少, 战友遗孤回府小祝国, 谢将军肯派他回来, 定然是信得过他, 我本以为只是帮忙, 可当天下午, 许副将的兵马就围住了将军府, 在门口痛呼, 幼时蒙将军大恩, 未曾得报, 便阴阳两格, 如今听说恩人之女待产, 时有萧小滋扰, 本副将今日便在此守候, 萧小鼠辈自行退散, 否则便给我寄刀, 他连门都没入, 持着大刀就坐在了门口, 一时间再次把将军府推上风口浪尖, 百姓们又想起了已故薛将军的功劳一举, 不少人又开始议论, 听说城郊之外有所学堂, 薛将军在世时就一直请先生, 为那些将士遗孤授课, 不止呢, 还有那些从武的, 也有人教授他们武功兵法, 听说这许副将, 就是当年薛将军从战场上带回来的, 还有好些在军中任要职上尉回来, 真的吗? 那前些日子王府天天找茬, 就等着夺走小柿子, 现在不是要泡汤了? 不好说, 毕竟是王府血脉, 还真不好说, 议论归议论, 很多人仍旧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最先破防的人是裴元, 他带着王府亲卫和许副将对峙时, 我一时着急, 肚子一痛, 羊水破了, 铜儿下得赶紧呼救, 府中早已备好铲婆和大夫, 突然之间, 都开始忙慌起来, 我被安置在床上, 听着铲婆的指挥, 痛得冷汗直流, 每一次用力, 下体仿佛撕裂般疼痛, 痛得我好几次都想去死, 铜儿在旁边一直握着我的手, 不停打气, 劝我坚持, 一次次, 我感觉自己快要痛死时, 想想父兄, 又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了, 通了整整一夜, 天龙鸣时, 终于传来一声啼哭, 我死死地抓住铜儿的手, 盯着孩子, 铜儿刚要上前, 铲婆略带失望地开口, 是个女孩, 一时间宫内宫外, 大街小巷传遍消息, 薛小姐生了个女孩, 王府和将军府都要绝后了, 裴员彻底崩溃离开, 一路上都在喃喃自语, 怎么会是女儿, 怎么会是女儿, 许副将见他离开, 回头望了一眼, 曾庇护过自己的府邸, 略带失望地撤走兵马, 宫里皇上再三确认, 我们的人现场亲眼看到, 薛子新产下的是女儿, 来人确定地点头, 他这才认命, 算了, 只能日后再从宗室 给皇帝过继一个子嗣了, 他内心还是有些自责, 若不是当年自己要拉拢将军府, 皇帝早就娶了心爱的女子, 也许早就儿女成群, 更不见得会遭此无望之灾, 一时间对裴员的愧意又多了几分, 瞿玲珑得知薛氏禅女, 悲喜娇家, 悲得是苍天不恭, 让他家王爷绝后, 喜得是薛氏禅女, 王妃之位就彻底与他无缘了, 偌大的薛府, 连平日的热闹都没了, 管家站在门口, 心疼地望着屋内虚弱的母女, 只有童儿, 尽心守着小小姐, 一刻也不敢放松, 直到床上的人悠悠地醒来, 童儿第一时间发现, 抱着孩子守在床边, 布满血丝的眼睛露出惊喜之色, 小姐, 你醒了, 她又递过孩子, 欣喜给我看, 小姐你看, 是个小小姐, 大夫说很健康, 小小软软的孩子, 皱巴巴的, 看到我心里一软, 眼泪突然就绷不住了, 童儿惊呼一声, 立马将孩子放在我旁边, 坐月子可不能流泪, 小姐该高兴, 她慌乱地给我擦着眼泪, 傻童儿, 那你哭什么, 我, 我是替小姐高兴, 童儿这才松了口气, 整个人如同经历一场极限运动, 疲惫不堪, 看着孩子的眼神, 却和我一样满足, 小姐, 你说小小姐要叫什么名字呢? 薛常乐, 我不假思索, 名字我早取好了, 男孩叫常乐, 女孩叫常乐, 童儿笑盈盈地看着孩子, 真好, 我们小小姐有名字了, 是咱们薛家的小小姐呢, 大概是出为人母, 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眼眶一热, 童儿, 你给常乐取个辱名吧, 童儿一愣, 赶忙连连摆手, 这不合规矩, 奴婢一个下人, 我说可以就可以, 从我产后体虚昏迷, 童儿到现在都没合眼, 即便人人都嫌弃我生的是女儿, 可童儿还是一直抱着, 盯着她喂奶, 生怕她被人抢走, 孩子的辱名由她来取, 没什么不合适的, 童儿又推托几次, 才小心翼翼地说出一个名字, 松儿, 可以吗? 我问, 哪个松? 童儿认真地看着孩子, 微笑着回我, 松柏的松, 奴婢十字不多, 却常听诗人才子赞扬, 松柏之坚韧不拔, 生命顽强, 奴婢希望小小姐也能如此, 更能逢松化吉, 我也笑了, 没有纠正她, 认认真真的点头, 松儿好, 就叫松儿, 一个月后, 学家小女满月宴, 府上没有设宴, 只在城门口诗粥一个月, 只有宫里, 许副将家和几位武将家差人, 送来贺礼, 百姓们吃着粥, 也忍不住惋惜几句, 似乎整个京城, 无人为这位新生的小姑娘高兴, 晌午时分, 更是有一帮学子直接堵在门口, 领头的先生直言, 大家就是想问问大小街, 如今府上没了主事的人, 咱们这学堂还能维持下去吗? 读书人清高, 可他们都是过过苦日子的, 刻苦读书, 比起清高, 更担心接下来的书读不下去, 所以任凭管家如何劝说, 他们都不肯离开, 只能报给我决断, 消息传来时, 童儿刚剪下松儿的一缕胎发, 丫鬟们围着忙地乐呵呵地, 冷不丁, 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都担忧地看向我, 我起身安抚, 无事, 你们继续, 我去去辩回, 到了前院, 乌泱泱百十来人, 我这才知道家中的学堂, 竟然供了这么多学子, 难怪银钱消耗巨大, 领头先生见我, 先行了一礼, 又问, 府上千金满月, 我等本不应打扰, 但是观前程, 想问问小姐, 学堂还能办下去吗? 其实他更想问的是, 学家, 还能撑下去吗? 能? 我紧了紧身上的披风, 坚定地告诉他们, 只要我还在, 学家就在, 学堂, 无常, 就会继续下去, 父兄曾做过的, 我一定会努力坚持下去, 一黑衣男子不信, 当着众人质问, 可您毕竟是女子, 西夏也只有一位小小姐, 现如今学家无男丁, 您做出那等事, 族人也不会再帮衬, 学家到底还能维持几时? 地上的含义穿透厚厚的鞋底, 顺着双足爬上四肢百骸, 所有人都在等我回答, 其实, 我大可以不管他们, 但一想到他们的父兄先辈, 都曾追随父兄上过战场, 我只能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又一半大少年站出来, 朗生解释, 小姐莫怪, 读书艰苦, 大家只是怕寒窗十载, 功亏一窥, 我却再也忍不住, 好一句寒窗十年, 功亏一窥, 难道你们苦读十年的诗书, 会随着薛家的昌盛兴旺, 而轮转消失不成? 自古有能者绝不抱怨环境, 众位倒好, 这是科举都没参加, 就给自己找好失败的理由了吗? 一阵寒风呱起, 我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有种如坠冰哭的寒冷, 众人被我说得心虚低头, 却依旧有不服者, 强行辩解。 小姐莫脑, 实在是薛将军曾说过, 我等科举之后, 便与薛家再无瓜葛, 我等不知, 薛家是早有意不再支持学堂, 还是有别的打算? 你既不知, 那我便告诉你, 薛家学堂以后不会再接纳你。 我父亲明明说得是凡有人科举入室, 不再需要学堂支持, 便与薛家再无瓜葛, 是为了避解党营私之嫌, 到他嘴里, 就成了薛家翻脸不认人一样。 这种人, 即使高中, 也只会给薛家抹黑。 那人一听, 当即脸色大变。 小姐一句话, 就断了学生前程, 未免太过专横。 我懒得废话, 直接将人拉下去。 对着先生再说一遍, 有我在, 薛家每月该给学堂多少, 便是多少, 若有人嫌弃, 担忧, 想早早离去的, 我也不会挽留。 众人一震, 这才齐齐行礼, 道一句, 谢过小姐。 临走之前, 管家又给美人准备了两个热乎乎的红鸡蛋。 我拖着冻得瑟瑟发抖的身子回屋, 童儿早已烧好了暖哄哄的炭炉。 一碗烫嘴的红糖浆水下肚, 我这才感到一丝暖意, 倒是他心疼得不行。 这帮学子真是不识好歹, 这么多人为难您一个刚出月子的妇人坐肾。 他们若有能耐, 自己出去赚钱读书就是。 我心里瞬间舒服了些。 笑着赞同, 就是, 得亏管家足智多谋, 不然你家小姐, 我真的要冻成冰块了。 若非管家特意安排了个杀鸡儆猴的鸡, 他们哪儿那么容易掩齐西骨。 到了百日宴时, 除了城门口依旧出现的薛家诗周铺, 无人还记得三个月前, 薛辅天女的消息, 只在傍晚时候, 消失许久的裴员突然上门, 手上拿这个红木锦盒, 整个人沧桑了许多, 见到我, 也往日地趾高气扬了。 伸手将盒子递过来后, 小生问我, 孩子, 我能见见吗? 我心里一紧, 告诉她, 是个女儿, 姓薛。 这次她没有露出嫌弃, 眼神恳切地盯着我, 我知道, 我只是想看看她, 到底是孩子的父亲。 我一时心软, 喊童儿将孩子抱来, 松儿正睡着, 小脸甜静, 尚不知父亲来看她了。 裴员面上露出一丝柔软的笑意, 伸手正要摸摸孩子的小脸, 童儿本就防备着她, 吓得抱着孩子退了一大步, 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不是说只看看吗? 裴员仓皇地收回手, 再次看向我, 对不起, 我能抱抱她吗? 松儿太小, 不习惯被生人抱, 况且, 她堂堂王爷, 怎么会抱孩子? 裴员有些失望, 又愣愣地问我, 她叫松儿, 为何是男孩的名字? 这下, 童儿也忍不住了, 压低声音拿话赐她。 王爷莫要做不切实际的梦了, 这是我们薛家的小小姐, 名幻薛长乐, 可不是什么男孩, 什么柿子, 再说, 您府上不是已有柿子了吗? 裴员被她刺得脸一白, 紧张地看向孩子, 像是怕被她听到, 可松儿依旧睡得安稳, 前几日, 皇上已经从宗族卫陪园挑了个儿子, 布满半岁, 由侧妃养着, 侧妃和她都没养过孩子, 即便有嬷嬷和乳母照顾着, 每日依旧哭闹不止, 令她们烦闷, 可就在早上, 她突然心血来潮, 抱了抱钢喂碗奶, 瞪着大眼睛的孩子, 心一下就软了, 忽然就想到, 她还从未这样抱过自己的女儿, 她是不是也这样柔软, 大概是父爱被突然唤醒, 于是她亲自挑选了个礼物, 直奔薛府, 到了府里才知道, 原来今日是她女儿的百日礼, 可薛府却满目冷清, 于是此时, 她鼓起勇气, 再次看向已经合离的妻子, 看在孩子的面上, 你若想做回王妃, 我可以, 我不想, 一时没控制住声音, 吵醒了熟睡的松儿, 她挖得大哭起来, 我赶紧接过她哄着, 冷声下了逐客令, 裴员似乎被孩子的嘹亮的哭声惊道, 愣了几秒, 落荒而逃, 等她走远, 童儿才拍着胸口,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她是来抢小小姐的, 我悬着的心, 也终于落地, 百日礼后, 管家安排我去了京郊的演院, 一来远离喧哗, 适合放松心情, 二来管家说, 大家听闻我生了孩子, 都很高兴, 只是平日没机会进城, 一个个都翘首以盼呢, 既然是喜事, 多准备些喜饼糕点, 还有干果, 给孩子们也开心开心, 童儿开心地打点一切, 等到了演院, 门口老早等了不少人, 大大的院子门口站着的, 都是些女眷女童, 小半年没见, 大家依旧热情, 见马车靠近, 纷纷围了上来, 一个个喜气洋洋, 又小心压着声音, 像是怕吵到孩子, 见到松儿, 主事随手塞了个红风, 我正要拒绝, 他又笑着解释, 小姐可不能拒绝, 这是给小小姐添的福气, 他这么一说, 童儿麻利地收下, 又将洗饼干果分了出去, 孩子们热热闹闹地吃了起来, 说着吉祥祝福的话, 妇人们拿出自己绣的小布偶, 小玩具, 好不热闹, 主事将我引至偏听, 顺便将进来的情况报与我听, 演院里也都是些 无力谋生的战场遗孤或遗双, 妇人们来这里学些手艺, 或做些绣品, 由主事送去城内学家的 铺子售卖, 以此谋生, 开支不足时, 府上会有补贴, 多了就给他们自己攒着, 想去铺子里做工的, 也会有主事安排, 女孩们则学些刺绣, 十字看账的本事, 于日后嫁人也有益处, 这是到对女子的要求太多, 能给予他们的却很少, 爹常说, 人有方向, 是有希望, 他们在此, 便多了份活下去的希望, 童儿看着墙堡中的松儿, 小小姐来到这后, 睡得都少了, 大大的眼睛, 好奇地转来转去,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看看那个, 看到谁, 小姑娘就乐呵呵地招手逗她, 童儿也忍不住跟着开心, 到了晚上, 吃着新鲜的香煎小菜, 听着大家热热闹闹地聊天, 日子好像又回到从前, 那时候父兄出征, 我无聊反闷时, 管家就会送我来演院小住几日, 他说, 演院每个人都是咱们的家人, 说完又自觉失言, 善善地笑着说, 瞧我这张嘴, 小姐莫怪, 咱们都是薛家的下人, 早把自己当成薛家人了, 那时候我只想着玩, 哪会在意这些, 在演院住了, 两日, 府中来信, 说是南越捷报, 晚间有圣旨到府上, 匆匆地赶回府上, 又沐浴更衣, 宫里的人刚好入府, 公公堆着一脸笑意, 将宣完的圣旨递到我手上时, 乐呵呵地道喜, 恭喜武德县主, 当真是虎妇无犬女, 管家已经都告诉我了, 谢将军向皇上推荐了我的南越时纪, 且大为称赞, 称此次将士们大胜, 也是受益于此书, 皇上论功行赏时, 又想到父兄的功劳, 这才破例封我为县主, 听说他原本打算封松儿为郡主的, 几位老将军殿上禁言, 此书是薛家妇女的功劳, 封赏一个奶娃娃做什么, 皇上这才转而封我为县主, 我自然知道他们是在帮我, 谦逊地回公公, 哪里, 都是父亲的功劳, 小女只是整理一番, 又将一袋银子奉上, 公公乐呵呵递到了声谢, 放下所有的赏赐离开, 有了县主的名头, 京中大小宴会的帖子, 又重新递到了府上, 连带着各个铺子的生意都好了许多, 当然, 也少不了从外祖家学习回来的几位年轻掌柜的功劳, 原先生意不怎么景气的铺子, 也都被盘活, 没几年功夫, 京中第一家以演员名义开的秀阁开业, 已经谢甲归来的谢将军, 邪夫人亲自来贺喜, 如今南岳边境是许将军坐镇, 那天谢夫人拉着我的手, 非要给我介绍夫婿, 被谢将军拦下, 要我说呀, 这满京城就没有配得上薛家丫头的, 老薛生了个好女儿, 说着还冲我偷偷眨眼, 我知道谢夫人是好意, 倒也没脑, 这些日子上门说没的人不少, 有人说好话就有人说恶语, 我统统不做理睬, 一心只想打理好家里的事情, 照顾好我的松儿, 刚在门口婉拒一个上门的媒婆, 一个小小的身影就冲了出来, 边跑边大喊, 娘亲, 童儿紧张地在后面追着, 不住地提醒她, 小小姐慢点, 当心摔了, 松儿的小短腿却迈得出奇快, 她硬是没追上, 最后炮弹一样冲进我怀里, 要不是新影卫扶着, 娘俩定是要在门口摔个四脚朝天, 松儿看到新影卫, 也很开心, 影卫移出来了, 是要跟松儿捉迷藏吗? 影卫无奈? 是松儿跑得太快了, 我要不出来, 你娘亲就要受伤了。 松儿吓了一跳, 啊? 娘亲, 松儿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摸摸她的脑袋, 我笑着说没关系, 但是松儿以后不可以跑这么快了, 万一摔倒受伤, 娘亲要心疼的。 松儿用力地点点头, 又扑进童儿怀中, 新影卫没有隐去身形, 和我并排回到院子。 我忍不住劝她, 兄长已逝, 这几年家里也缓过来了, 你可有考虑自己的未来。 这些年, 我没少问过她这个问题。 她原名叶英, 是兄长自战场上救下来的女子, 原本打算送她去演院, 但她一身的好功夫, 不愿学女工刺绣。 兄长无处安置她, 又急着奔赴战场, 只好先让她跟着我。 走之前反复交代, 她一介姑女身是可怜, 你莫要欺负人家。 我还笑她啰嗦, 你若是不放心, 将人带走便是。 兄长又好声哄我, 好妹妹, 你帮兄长先照顾段时间, 等兄长回来, 给你带好东西。 可叶英太执拗了。 她说, 你兄长救了我, 我该还她恩情, 保护你, 就是在报恩。 一开始, 自己在府里坐起了护卫, 后来我入了王府, 她又化身影卫, 边照顾我, 边等兄长回来。 后来父兄战死, 裴员几次跟我翻脸, 也都是他护着我, 这才求来合离圣旨。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什么恩阿姨呀, 早就忘了谁欠谁的了。 只剩下家人之情了, 叶英逗弄着松儿, 依旧是和从前一样的答案。 从她救下我开始, 我的未来便只在这些府之中, 她还是那样执拗。 又过几年, 松儿渐渐大了, 童儿也嫁了人, 生了孩子, 成了府上新的管家婆, 天天管着我和叶英。 无事时候, 我喜欢让她带着我, 爬到屋顶上, 一览京城繁华。 可童儿总说危险, 谁家小老太太天天组团爬屋顶? 童儿总说我们是小老太太, 其实哪有老, 不过是年年素衣俭士, 显得罢了。 叶英却说, 也不小了, 松儿都有两个孩子了呢。 是啊, 松儿都有孩子了, 前些年拐了尚书家的幼子做坠婿, 可把人爹娘给气坏, 他却插着腰站在尚书府门口问李成, 我们学家就我一根毒苗苗, 要么入坠, 要么上门, 你自己选一个。 李成选的什么, 我们也不清楚。 总之最后是他坐着花轿进了薛家大门, 成了家里的上门坠婿, 小夫妻两个吵吵闹闹, 却也甜甜蜜蜜, 叶英刚带着我从屋顶飞下来, 松儿就挽着夫君甜甜蜜蜜地过来, 身后跟着两个丸子系的小女娃, 姐妹俩手拉手, 见到我就甜甜地喊, 祖母, 乖巧文静的样子, 一点也不像松儿小时候。 松儿则苦恼地跟我抱怨, 娘还说今年的生辰宴不办了, 这还有一个月, 各处送的贺礼已经快摆满库房了, 不办了不办了。 越办越老, 你娘我还想年轻几岁呢? 松儿一乐, 您还想跟桑儿, 鱼儿一样, 年轻不成, 叶鹰和童儿也跟着笑开, 我摇摇头, 抱起两个团子, 祖母好伤心, 祖母不想当小老太太, 不想过生辰。 松儿抱着我安慰, 祖母不难过, 过生辰, 可以看灯, 放烟花呢。 鱼儿小眼睛一转, 也抱着我, 祖母不喜欢, 鱼儿替您过生辰可好。 引得大家失效, 长街外的百姓, 看着学府门口络绎不绝的来人, 和他们准备的贺礼, 好奇不已。 这是哪位老大人受担, 这么多官员来送礼, 不怕有人 申他结党营丝吗? 街角糕点铺的老板娘, 将手上的面团, 大力地一甩, 乐呵呵地解释, 哪是什么老大人, 是薛家的县主过生辰里。 那人震惊不已, 一个县主过生辰, 竟然如此大阵仗, 那位可不是一般的县主, 一旁买糕点的客人 兴致勃勃地解释, 就说今日来的这些人, 不论文官武将, 皆是成薛家的恩情, 出自薛氏学堂 或薛家武场, 这些都是那位县主的功劳。 那人愣愣地点头, 又疑惑地问, 怎能说是县主的功劳? 不该是薛家当家人的功劳吗? 哪有将家族功劳挂在女子身上的? 老板娘美好气地责她一句, 咱们县主就是薛家的当家人, 不仅是县主, 还有县主的女儿, 女儿的女儿, 那人傻眼, 怎么京都都是女成家业吗?